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阿波罗网报道 乌银中伸出魔爪 他说下午15点30 电风扇突然停止了 综合报道 习近平鼓励制造苦吃 年轻人无奈 各寻生路 莫迪在美国会讲话 印度很快就会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左翼政策毁了旧金山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6月23号 星期五 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乌银中伸出魔爪 他说下午15点30 电风扇突然停止了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中共宣传机器开速马力鼓吹所谓的人权 但实际情况是 中共已将大陆彻底变为一座大监狱 一些有着独立人格 独立思想的良知正义人士 内无处容身 外不许出境 他们说下一站怎么走 我不得而知 近日 中共开动宣传机器 自我吹嘘其所谓的人权 6月15日 中共人民日报在其头版重要位置报道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 6月19日 人民日报在其第三版以核音发表评论文章 为实行人权 创造安宁的环境 文章宣称 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这是中国的鲜明主张 并引用世纪人权宣言所说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 6月20日 人民日报头版再发文章 声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 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6月2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标题是习近平的一句话 城市管理应该像秀华一样精细 与此同时 在北京却发生了这样一幕 大陆著名维权律师王群章 李和平等人 近来接连遭遇中共政府各种逼迁骚扰 就在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折贺信的前一天 王群章夫妇被迫发布视频 曝光他们的遭遇 此后 众多媒体对这一侵犯基本人权的事件纷纷给予关注 王群章夫妇遭遇的流氓逼迁更是引发无数网友的愤怒 最新消息传来 2023年6月23日下午2点左右 王群章一家再被断水 据官媒《北京日报》报道 被视为北京主要指标的南郊观像站6月22日下午3点19分 录得41.1摄氏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王群章一家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 据王群章妻子李文足曝光 家庭生活用电10天断电5次 习近平鼓励自找苦吃 年轻人无奈各寻生路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现在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 面临毕业及失业的迥状 因此 为了保住应届生的身份或考研 考工 实习 有不少大学生被迫申请延期毕业 据澎湃新闻6月21日报道 延毕学生的理由是 因为工作难找 只好以在校生身份争取多几份实习 有更多时间刷简历 以便在就业市场更有竞争力 因为考研失败 决定回归现实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以应届生的资格考进体制内 报道提到 东北地区某农业类高校电气专业本科生小易 她原本毕业时间是2022年6月 延期到今年6月毕业 小易表示 延毕挺正常 身边有很多人延毕 华东地区某985高校社会科学类专业再度研究生小易 也选择了延毕 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再度研究生小乐 原本今年6月毕业 现延期到2024年6月 由于就业压力很大 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越来越多人纷纷到寺庙求神拜佛 行程旅行网数据显示 今年寺庙访问量 与去年同比增长310% 大约一半的游客是90后的青年 最近 全职儿女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 综合陆媒报道 在全职儿女这个特殊的群体当中 不乏高学历 有能力的人 他们大多是在遭遇公司倒闭或裁员事业 或者不堪忍受残酷内卷的情况下 不得已选择了充当全职儿女作为迂回战术 为自己的生活寻得一个喘息和调整的契机 新加坡鼓励大学助理教授陆希对BBC说 全职儿女是社会失业大潮下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背后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 萎缩的现状 今年五四前夕 5月1号 习近平给中国大学生回信 称中国青年走进乡土自找苦吃的精神很好 并称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 舆论指习近平向青年们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 引发议论 时事评论员王赫表示 习近平只是搞什么上山下乡 这只是说一个政治考好 一个短期性的 一个及时性的 这么一个政治鼓动 他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面上的问题是解决不了 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如果他这么搞下去 只会起反作用 莫迪在美国会讲话 印度很快就会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6月22号 印度总理莫迪开启的对美国博士访问 将促成重大国防合同 这让给予改善与印度关系的美国非常高兴 法广报道 莫迪也成为了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两次讲话的印度总理 莫迪在当谈到印度经济今年的发展状况时表示 当我第一次作为总理访问美国时 印度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 现如今 印度是第五大经济体 印度很快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我们不仅在增长 而且还在快速增长 当印度增长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在增长 莫迪还赞扬美国国会一起庆祝印度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系 他说 我可以体会到耐心 说服力和政策的争斗 我可以理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辩论 但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走到一起 庆祝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联系 印度一些人权协会指责莫迪助长了对克什米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迫害 并对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施加压力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 美国总统以某种程度的低姿态对待这些辩论和这些民主的话题 并指出美国在这一领域也有美国自己的问题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左翼政策毁了旧金山 作为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于周二6月20号访问了旧金山 并对这座城市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德桑蒂斯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中说 我们看到人们在街上排便 我们看到人们吸食违禁品 你环顾四周 这座城市不再有活力 它真的因为左翼政策而崩溃了 德桑蒂斯对旧金山提出严厉批评之际 该市的人民正面临破纪录的西违禁品过量离世 和办公室控制问题 他说许多加州人因左翼政策而搬离 并批评了该市的领导层 德桑蒂斯还对众多用木板封起来的商店 以及在街上游荡的痞子表示沮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从2020年4月到2022年7月 有超过70万人离开了加州 此外 根据旧金山记事报最近的分析 31%的市中心办公室可供租赁或转租 感谢您的支持和赞助 请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也请您订阅并传播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里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